他们被母亲抛弃在出租屋,只有少许钱才度日,生死无人知晓,本期丽哥带来电影《无人知晓》。 明跟着妈妈拜访了新邻居,这是他们第二次搬家,妈妈惠子对新邻居谎称自己带着一个儿子,孩子的爸爸在国外工作,邻居们也没有过多怀疑。 明和妈妈告别邻居,搬家公司的车已经到达楼下,妈妈和明一起搬了三个行李箱上楼。 回到家中,明和妈妈打开行李箱,从三个行李箱中蹦出三个孩子,两个女孩,一个男孩。 妈妈告诉他们,因为在上一个家被邻居发现了孩子们,所以不得不搬家,因此在家里,除了明以外的三个孩子不能外出,不能吵闹,更不能被发现。 大女孩精子带在家里做家务,连洗衣服都要偷偷地洗,生怕被邻居发现。 小儿子冒和小女儿小雪年纪尚小,负担不起家务,就只能带在家里玩。 妈妈惠子也开始工作,从开始的早出早归,逐渐变成了早出晚归。 妈妈会将生活费给明,明负责弟弟妹妹们每天的饭食,明也会在照顾弟弟妹妹之余读书。 她渴望上学,可是妈妈却告诉她,读书并没有什么用处。 久而久之,妈妈回家越来越晚,有次妈妈给了明生活费,并告诉明自己要出差几天,让明照顾好弟弟妹妹们。 明在施杂铺采购时,淘气的小孩将商店的东西放进了明的袋子里,明毫不知情地离开了商店,刚踏出商店就被追回。 商店老板要求明找家长过来,好在店员为明做了证,这件事也就算翻了篇,妈妈出差回来给明和弟弟妹妹们都带了礼物。 有天晚上,妈妈喝得醉醺醺地回家,还给孩子们讲述自己和孩子们爸爸的往事。 妈妈惠子从包里拿出红色的指甲油涂在了金子的手上,过了几天妈妈告诉孩子们自己又要再次出差,并且留给明20万日元,让他照顾好弟弟妹妹们。 明开始采购食物,金子也在家仅仅有条地做家务。 斗掌星移,时间已经过了妈妈回来的节点,但妈妈并没有回来。 孩子们的生活已经越来越不堪重压,也已经变得不再津津有条,显得格外沧桑无力。 四个孩子开始了流浪生活,明带着弟弟妹妹们走出家门。 金子,小雪,帽,见到这五彩的世界显得格外兴奋。 后来明开始往家里带朋友,这些朋友并不是什么善差,他们开始怂恿明偷东西。 明遇见了一个短发女孩,女孩也经常帮助明。 妈妈的离家出走,给这个家带来了无法言语的痛苦。 妈妈留下的钱也即将用完,家里的食物也所剩无几。 妈妈临走前给孩子们理了一次发,现在孩子们的头发也逐渐变长,该有人给他们打理了。 明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进入了棒球队,而在明外出的时候,妹妹小雪不小心从椅子上跌落,去世了。 明和之前认识的短发女孩将小雪装进行李箱,乘地铁将小雪带到了河岸边埋葬了。 像是小雪躲在行李箱中,被妈妈和明带进新家一样。 这次被明和短发女孩放入行李箱中带里,而这无人知晓的三个孩子离开了,夕阳下,他们走向了无限可能。 徐志摩曾留笔,轻轻地我走了,正如我轻轻地来,人生来去悄无声息,瞬息之间已是分离,无人知晓,无名无姓,存留谁心。 有人追求平平淡淡,有人追求流芳百世,万千世界足以忽略一个人,浩瀚时空足以遗忘一个人。 但也许世界都忘了你,却总有一个人,记得你的存在。 那么今天就到这了,我是立歌,原作登展,照亮你心。